好來 挖洞挖洞喔 剩下的希望種子菜苗喔 等一下我們要澆水 來 一起澆水 是的 是的 巡禮田園 戴起手套種下菜苗 台北市長蔣萬安 前台北市長黃大舟 在象山田園和志工小朋友們 一起享受田園城市的療癒成果 同時提前慶祝母親節 合唱歌曲並發放康乃馨 台北市政府推動田園城市多年 以建立700多處田園基地 遍布公園 校園 建築物屋頂及顯置空地 象山公園基地呈現多元植摘方式 結合周邊環境 建立兼具在地特色 及靜陵永續等亮點的田園基地 首先要非常謝謝我們大前輩 黃大舟市長今天特別親自來現場 因為田園城市的推動 也是由黃高舟市長 他一開始發想 而且他非常重視台北市整體城市的綠化 所以我們推動這個田園城市 這麼多年下來 其實遍布了台北市各個角落 總共有758處田園基地 而且總共可以每一年平均 綠布碳 達到6.8萬公斤 那我們剛剛看到700多處田園基地 其實它什麼概念 相當於29座的圖球場 所以它遍布不管是公園 學校 屋底 以及台北市很多的閒置空間 都看到地域傲然很多台灣原生的植物 那今天大家來到的象山田園基地 其實我要謝謝我們楊主市長 率領的團隊 結合包括我們許多的施工朋友 還有我們在地的里長 還有很多包括今天很多小朋友前來啊 一起了解我們不只田園基地 它不是單純就是種植收成 我們更結合了食農教育 還有結合在地的地食文化 而且共同橋上聯合國SDG 環境有趣的目標前進 我們這個田園基地呢 裡面就是包含了有蝸牛的這個菜園 然後也有水耕 就是包含太陽能結合的這個水耕的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雨水的花園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可以做種植一些水耕的 那麼也有符合現在我們知道是 老年人的這個社會 越來就是越多的那個銀髮族 所以我們也設置了一些可以站著種菜的 不用一直彎腰蹲下來種菜 可以方便老年人也可以來體驗種菜的這個設施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田園城市 就是在都市當中找一些就是閒置的空間 除了閒置空間以外也是可以隨手 就是觸手可及的一個空間 然後我們把它活化再利用這樣子 然後種一些可食的作物 然後讓一些銀髮族或者是全民族小朋友 都可以一起來參與這樣子 其實我們田園城市推行到現在目前田園基地大概有750幾處 那面積已經到達了將近20萬平方公尺 就是成爐剛剛市長說的大概有29個足球場這麼大 但是每一個田園基地它都有它的特色在 那有很多都是由我們里長跟志工一起來任養的 一個創新啦這個是一個創新啦 感覺還不錯啦 因為大家的認同感還蠻高的 這個公園其實它是一個算是自然生態的公園 因為它的背就是四色山 其實它的後面的生態資源很豐富啦 那這個公園最主要還是要 我的感覺啦還是要朝向有一些運動設施的公園來 來往這方面可以再繼續加強 基地由公園處及台北市席柳環境綠化基金會 共同打造 並由席柳團隊帶領志工任養 打造具有食農教育 景觀油氣 環境教育 生態保護及永續經營等亮點的多元都會基地 記者張啟騰 旺均 臺北報導